原标题 根本就没有自由恋爱可说 等到民国初期的时候 人文觉醒 思想的束缚被打破 女性更加的向往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境界 古话说得好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为情爱所困的人比比皆是 民国时期的一代国民女神 受万人追捧 但是她腹中的孩子却没有人要 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喊着 是你的孩子 燕絮 她叫苏仆 她的歌声深入人心 她的影视作品家喻户晓 她是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但是 她只喜欢一个那个负了他心的男人 那个时候 苏仆还是一个小小的歌姬 那个男人就是班里的台柱叫炎华 刚来的苏仆什么都不懂 是炎华在苏仆受到其他人欺凌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等替 苏仆结尾 也是她在苏仆迷茫无助的时候 安慰开解她 慢慢的苏仆就爱上了这个像哥哥一样的男人 并且和她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相互猜疑而失败告种 一直爱慕已久的朱怀德 凭借着自己一张会说话的嘴 服务了女神的芳心 谁知道结了婚的朱怀德就露出了真面目 这个时候 苏仆才知道 这个男人只是想要玩一玩自已 并不是真心的 经历了两段失败感情 让苏仆的精神有点敏感 谁知道这个时候他有了朱怀德的孩子 朱怀德却质疑苏仆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要和苏仆离婚 伤心欲绝的苏仆离婚 独自生下孩子 和评格中有一场戏是抽血的环节 苏仆看到这个就想到了朱怀德质疑他的事情 一瞬间所有的事情涌上心头 苏仆接受不了 嘴里一直在说着 他是你的孩子 不是别人的 燕旭 燕旭 他们都说苏仆疯了 长期的神经紧张下 怎么能不疯呢 不 不久苏仆就病了 彼死的时候 还一直在喊着 朱怀德 你要相信我 这个孩子是你的 不是其他人的 我们可以去压血的 再然后 就听人说苏仆死了 世间最伤人的事是爱情 最锋利的刀刃 就是太过于爱这个人 爱到放弃自己的尊严 爱到叫他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能碰到撕心裂肺 现在的社会 女性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越来越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 陷入爱情的沼泽 越陷越深 在此小编提醒各位女性朋友 看人不能仅仅看外表 那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找不到一个爱自己 爱过他自己的人 还不如单身 也不让自己微情所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